来 妈 你来干什么来了 我来问问你 今天早上 你坐你哥的车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姜厂长说 她的金戒指丢了 怪你哥拿了 你爸跟你哥 差点跟人打起来 我哥不是那种人 这个姜挫子 敢冤枉我哥 你怎么那么说话 人毕竟是你叔叔味的 那他也不能冤枉我哥呀 不行 我找他去 行行行 你别跟我添乱了 姜厂长说她早上 上车的时候还看见呢 开会的时候就没了 我就来问问你 你不是总说 要做你哥的大奔吗 你看见没有啊 妈 你怀疑我呀 我没有 我就是问问 我想起来了 今天早上我哥开车 送何小夕来的 是这个臭女人啊 我抽死她我 这老板没在 你们看看想喝什么 我给你点啊 贺小夕 金子 你来了 你干吗呀 干吗呀 拿出来 什么呀 贺小夕 我问你 你是不是拿了我哥 车上的金戒指啊 我没看见什么金戒指 再编 拿不拿出来 我没拿呀 我怎么 你过来 你干嘛呢 金子 你别管啊 妈 你这是干嘛呢 干嘛呀 你干嘛呀 不是 这 这人钱哪儿来的 这素雅给的 放屁 这是她给的 我昨天刚查过素雅的账 账上就少了好几百块钱 何小夕 我让你来是来帮忙的 不是让你来偷东西的 我真没拿 你凭什么时候我拿东西啊 还不想认识吧 我 我抽你 你 你说 我没拿 我没拿 你爸 和你哥一个德行啊 你先跟素雅打电话 问清楚了再打行不行啊 妈 你不知道 像她这种人 逼得给她来点厉害的 才能说实话 你 你打电话 先打电话 你快点把东西收起来 收起来 你都打 告诉你 老杨 待会儿素雅又说 没给过你钱就惨了 真会报警吗 报警就报警了 反正才没拿 怕什么呀 是吧 钢子 妈 你不知道 钢子最近表现可好了 老好那人嘴多损哪 可是当着我的面 夸钢子可是不止一次了 没准就是因为表现得太好了 他才遭人嫉妒啊 不管是怎么回事 反正警察来了 就全都清楚了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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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姐 黄晓鑫 你当着我哥的面说 那借着是不是你拿的 我没拿 我真没拿 你真没拿 苏雅今天亲眼看的 是我哥开车送你去的 我哥那车 除了你跟江厂长坐过以外 其他就没有人坐过 不是你偷是谁偷的 还有 你还偷人家苏雅的钱 你把我们老陈姐脸都丢尽了 陈静 你别太过分了 我是送过小夕 可她绝不会拿别人东西的 苏雅的电话还没打通呢 你别那么肯定是她拿的钱 你不知道 让我看看 奶奶 小夕 奶奶 奶奶 你别这么打人啊 妈 别这样啊 我为了我们家的房子 跟地狗搭笔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我不让你跟她在一起 不让你跟她在一起 你还偏跟她在一起 你少受她骗了 这么坏的女人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小夕知道错了 已经改了 改了 刚才还说呢 她拿谁的钱了 苏雅 拿苏雅的钱 就是 她改了吗 她改了 她改了 奶奶 奶奶奶 那是苏雅给我呢 她给我那奖金 那不是我拿的 你还在这狡辩 现在 有话得好好说 爸 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呀 陈金 你说小夕 偷了苏雅的钱 你有证据吗 还要什么证据呀 我刚才搜过她的包 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那钱哪儿来的 哥 她都骗过你几次了 你还信她呀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我去找她 苏雅 电话 何小夕 你狐狸尾巴马上就露蠢了 喂 苏雅 我问你个事啊 你给过何小夕钱吗 行 我知道了 苏雅怎么说 她说她是给过她钱 我就说是苏雅给我的吗 那都不信 你别来劲啊 这不代表你没偷戒指 行啊 你说 她偷过我们家的房子 偷过我们家的地 她为什么不能偷戒指啊 那戒指就是她偷的 对 偷这玩意上瘾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够了 有完没完啊 我还动我牢呢 你是不是咒我二进宫啊 刚子 大伙不是替你着急吗 才一直冤枉了小夕 小夕啊 别往心里去啊 不了不了 金子 赶快给小夕道歉 那戒指就是她拿的 行了 陈俊 戒指是我拿的 你去报警 让警察抓我 我去做劳修了吧 你们都满意了吧 我去做劳修了 小夕 我们走 走 干了 干了 别急 跟着去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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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